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网友在问啊 就是说是那个像那个 呃 气生根啊怎么回事啊 荣树啊尤其 其实荣树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原生性在什么地方 呃 比方说是咱们国家的两广福建 啊 包括再往外走 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 这些地方的荣树都很多 包括咱们去呃 秦岭巴山以南的像四川这些地方啊 都有很多很多的荣树 这些气生根呢 实际上它要长出来很简单 它就是空气环境潮湿 它就能长出来 你有时候到四川去你就发现那些花工 像树上长的气生根太多不停的在剪 但你在家里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有特别潮湿的那种环境 它就很难长出气生根来 那你养的好肯定也能长出来 这个不是问题啊 就是作为盆景来说 气生根是不是可看可观 当然也是可以欣赏的一部分 但作为盆景来说最主要的 不是它的气生根是不是养出来 你只要把蜘蛛能够在家里 按照它原生性的状态 给它营造这样一个环境 养好 就已经很不错了 小有点的榕树的气生根 都没有 通常来说 你作为盆景了以后 你要养出气生根来 是非常不容易 大家也不用去追求那个气生根 养出来啊 但是圆树入棚的时候 可能会保留一些气生根 这气生根也值得欣赏 你就一直留着就好了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